现在是下午的三点半了 这里四点半左右吧 天就基本上黑了 今天呢又做了一个小工程 我在外面又加了一个门 这个门明天再照塑料布就行了 因为旁边一个大哥给了我块塑料布 不够 然后我就用这个铺沫板围了一下 等这个这个冻结实了吧 明天就能冻上 我再搭塑料布 这里是透明的 这两边吧 然后呢 这里再弄个煤帘 进去热情 这里这么搞呀 也弄那个透明塑料布吧 整个盖下来 把这里再熟视熟视 冻得太硬了 这个里面我估计我会买一个垫子 再铺一下的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 门中门 障中障 所以说它里边 不会很冷的啊 今天呢 摊香就不在这里睡了 他去猪宾馆洗洗啊 洗洗衣服啊 之类的 一天炉子我肯定也要生着 晚上要不然这里面得零下十五六度 把炉子一生就行了 我都不用开拆脑了 这样空间看着稍微大一点了吧 然后呢 那里简单做了一个货物架 把那个东西都放在那里了 这盐管这么弄了一下啊 又夹厂了 看到没有 夹到外边去了 这得几米来 得五六米了吧 估计更暖和了一些吧 我还买了一个一百米的彩灯 买了一个灯笼 一个灯笼不够 我把这里门弄上啊 我再把那个灯笼挂在两边 然后彩灯一围绕一下 我感觉老哇塞了 然后还有这些物资 买的物资有点多了 这慢慢吃吧 这点是基本上能吃上半个月吧 最少 你看有鸡啊 这是他买的蔬菜放在外边的 火锅丸子 这是五花肉 这个是啥呀 我都不知道这是啥的 这是那个排骨啊 还有羊排 买了那个十斤馒头 然后这里啊 还买着灯笼服呢 后面还有呢 哈哈哈哈 馒头 扎糕 大麻花 这是牛肉 还有个羊腿 大概就是这么些吧 买了一些那个 这是防火棉吧 这里堵一下 我在想啊 就是这里面呀 这要不要弄一块 嗯 这里因为老烫那个衣服 我感觉 这弄弄成这么一块吧 我想这是在这里弄成一块 它就不会烫衣服了 之前这里就是烫的衣服 烫的是我的 这里我感觉还得弄一下 都得铺上 反正 那个安全为主嘛 还有就是这板 这里还不知道怎么搞的 如果这里强势铺上那个棉的话 就不行了 买一块那个什么几色板啊 那是防火的呀 是什么 放在这里估计是正好的 其实弄到这个程度啊 昨天晚上那温度 从下就上来了 都达到了那个35度 很热很热的 我在想怎么能保持 保持这个行为呢 不知道咋保持 现在没有烧火吗 现在是11度左右吧 我感觉好多了吧 这样 就放在这里吧 这一块透明的 我就不想弄了 如果全弄上的话 它屋里边就黑了 我想让它有点亮光嘛 塔这里冷已经是不冷了 已经没问题了 因为给它铺了一个很厚的板 下边也铺上砖了呀 什么的 看到那个缝隙了吗 就是弹箱说 还会有点寒气 会结冰的 等那个它回来吧 稍微往外拽一拽帐篷 然后那个缝隙 给它打上发泡椒 就可以了 经过两天的努力 把这个门头也给安上了 晚上感觉脑坑了好多 把炉子烧起来 能烧到四五十度 不敢使今天没 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呀 这两天也要下雪了 等一会儿把这里再收拾收拾 弄一个那个天上的冰箱 放在这里 就是把买的物资啊 什么之类的 都放在这里就行了 下雪了哟 这是过来弄冰冰屋了吧 是冰墙呀 看看他们是怎么取这个冰砖的 就这么拉上来 哎哟 现在冻的这么厚了 现在这冰冻的有二十公分了 可以取这冰砖 这都是一锯 哦那边一拉 要弄在那边去 要打一个舞台呀 这要打多场啊 都得 只拿水一浇 就冻住了是吧 这里形成了一个根客的新村直播基地 但是打了这么多棚子 我看这直播没有这么多人呢 估计好多人还没有上班呢 外边的物资足以支撑半个月了 这是我昨天又初期买的十斤羊肉卷 昨天晚上吃了四斤吧 这里还有几条鱼 还有两只鸡 夹了这个门斗啊 其实我这个保卫效果 其实还没有弄好 你看都这里都没有弄 这温度 太热了 坐着这个门斗啊 确实管很大的用 它的摩托车可以放到这里了 然后呢 就是 这个 塞料布不够 就用这个保卫板 弄了一下 这样的话 这里还能透明 这个管弄出来的也行 反正晚上在这里边 也不会很冷啊 但是 12月份 1月份就不行了 也可能这几天也不冷 要到下个月才知道 我这里到底能不能靠下 零下50多度